歡迎收看娜娜搭詩 也就是娜娜搭 娜娜搭詩 今天我們搭搭的主題是 超殘酷之同名歌曲哪一首比較好聽 Yay 之 不是這一首啦 很不說KTV 幫我點一下那個愛你好不好 王心靈的嗎 不是耶 陳芳語的嗎 也不是耶 那當然 我要唱鄧子齊的 今天我們就是要把同名歌曲來比一比 殘酷二選一 我們殘酷二選一好像引起大家不曉得共鳴耶 對 因為這個男人就是好像很引戰 我們就是依照自己個人的喜好啦好不好 就是大家不要太走心 我們只是分享我們自己的感覺 對啊 就像我第一集有說過 音樂是自然的 喜歡很自然 一定不可能每首歌都喜歡 為什麼每次講人家很正派的話 就表情到這麼賤啊 因為我本身就是反派 那首先呢我們先來簡單一點好了 就是有一首歌叫做Fly Away 喔Fly Away 一首是快的 一首是慢的 其實還有第三首 Fly Away 不管能下多少人對 Fly Away 如衝無盡是你 深邃的心情 Fly Away 就說你要唱Fly Away還是梁靜雯 然後他就說是自自棋 好巧喔 時代的紅歌 這三首 我們自己就是殘酷二選一啦 那觀眾當然也可以選好不好 你們在下面留言我們也是會看 即使我們有加入投票的行列 其實我寫不出來 因為我先講講 梁靜雯的那個旋律真的太好聽 Fly Away Fly Away Fly Away 對Fly Away 真的太好 Fly Away那個真的很棒 而且因為Fly Away那個時候出這首歌的時候 是一個 算是一種新的時代 全新的感覺 沒錯 因為那時候的樂團很少有這種女生主唱 然後有搖滾風格 又那麼流行的 對 因為早期在搖滾還會偏小眾 會覺得好像不是大眾的流行之強 對或是男生比較多 對 紫綺不是說你不好喔 是因為我們老了 對對對 但是我們老會老我們還是會跳 KING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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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是會跳喔 好不好 好接下來下一首歌叫 衝動 喔一定要這樣 對好嘶吼喔 等一下那個是那個嗎 李倩柔 李倩柔對不對 好美 喔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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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很好聽 阿咪那一首曲風好不一樣 對 對 就是舞曲 早期 對 對 我跟你講真的很難選 首先我就把張惠妹淘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這樣會有太多首好歌可以讓人家選 是啊 而且他討論度太高了啦 已經讓平常選好多次 哈哈 一二三 動力火車 阿 你們都選雅謙 我是真的覺得那首旋律真的很好聽 你說 而且我覺得這首歌厲害的地方是前面 因為那個前面那個低音完全凸顯夏爾仙 聲音的特色 對 對 動力火車是因為我覺得他唱得太好了 就算是別人 他唱那個 衝動 那個聲音之嘹亮 顏志玲他們 我想一下我 我唱得不聊嗎 衝動 好乾喔 不行 你聲音好乾喔 就是會很緊 就是你唱不好聽 而且他都憑什麼大笑 你給我唱啊 那你唱啊 你要不要露個臉 衝動 好奇怪 有有 接下來 陌生人 Solar的陌生人真的非常的神奇 而且我跟你講你在KTV的時候 你突然點這首歌 全場都會 全場都會 對 好神奇喔 我跟你講這首歌的存在跟藍色眼睛其實是一樣的 對 對對對 一二三 Solar 好你選燦亞 其實燦亞真的真的很好聽 只是我覺得就是 就是他們最棒的歌了 就是只有他了 然後燦亞其他很多首歌 也有很多首可以選的 對觀眾你覺得呢 不要跟我說你沒聽過Solar 我不想聽 好接下來有一首歌呢 楊強琳非常紅的任藝門 我跟你講任藝門真的好棒 我這個選擇 任藝門既然有一個人跟他同名 你們想起來了嗎 我們直接聽是誰 我們先聽 好好聽 夜天啦 夜天啦 不熟欸 這首歌我不熟 我聽你五月天這種 很多這種很勵志很快 很勵志真的 譬如乾杯啊 好好聽 這真的是會哭欸 乾杯會哭欸 那個MV真的會快 這首我直接投了 楊晴琳 我跟你講接下來這個才更真的是厲害 彩虹 我跟你講這一集就是為彩虹而生 女偶的天空 當天空昏暖 當氣溫時常 這一題太難了 這一題很難耶 這一題真的很難 我知道很多人忘記了 彩虹的彩虹的歌 其實一唱就知道了 對啊你馬上就 很好聽那個旋律 我覺得彩虹真的是一首很棒的歌 當然也許還有其他首彩虹 我們沒有列曲到那裡 歡迎告訴我們 這一題你真的出的很難耶 腦好痛耶 因為彩虹的彩虹 真的對於平權太有意義的存在了 冬林火車那個彩虹也是很具有意義的歌 對啊 冬林火車你演唱會沒唱這首歌耶 真的喔 沒錯我嚇到 然後梁晴琳的彩虹是大家比較少聽 但是是很好聽的時候 因為後續很多人會聽到五月天再重新拿回來唱 好了我好了 一二三 冬林火車 恭喜我們的周杰倫跟范英辰 憲平落選 有這個人影嗎 哇好難喔這題 可是因為其實都想選 其實我們只是硬帶雞蛋女票舞台的概念 真的是每一個都超級棒的 你觀眾呢你愛哪一個 也可以五個都選好不好 這個我們其實就是五個都選就慣了 這題效果 對啊 接下來我真的 這題我覺得我已經新手檔案了 我們來聽一首歌叫猜不透 叮噹的猜不透超級紅 如果五個五星的灑脫 是你要的自由 有時假裝折磨是否有點難受 到底期待想什麼 你真的有讓心想透 是不是其實有想過這種歌 有閃過這種歌的旋律 可是大家會忘記歌名 他可能會有一個叫假裝沉默 時候有點難受 之類的 一二三 張少涵 這次是我們唯一一次的全數一本獎 恭喜少涵 叮噹你有沒有難過 因為如果你今天有另外一首歌叫做 你為什麼說謊 其他同名歌曲我一定會選你的 對啊 你不能說我沒有愛過 說我沒曾愛過難過 而且你剛剛一開始 就非疫情的方便會唱 你不可以說我沒有愛過 好接下來 有好幾個曖昧 我知道你想到的是陽神裡的 還有另外一首 還有另外一首 我心中也許和你的情感 曖昧 太紅了 你未去 人現在的感情 太曖昧 不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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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首薛之謙的旋律其實很熟悉 對 是不是就是來賓 或是這次 其實是嘉賓 來賓是誰 嘉賓怎麼唱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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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就是了 不是呀 嘉賓 愈讓人所盡為 感謝你特別有情 不一樣了 稱為你的愛情 這的的無情黑夜都說盡黑夜 為什麼變成為 變成雞皮疙瘩 那宏香鼎的曖昧其實在之前也是荒大 也是很紅的 對 這有曖昧 好久沒聽到那首歌 對阿 很好聽 月雨版的也很好聽 很好聽汪菲 推薦喔 好 我選好了 好 我選好了 1 2 3 侯湘亭 恭喜侯湘亭 楊春琳 曖昧已經太好了啦 太猴 太猴是什麼 這一題也是不得了喔 這是我們剛剛開頭的主題 開頭的主題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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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都要一起 這三首愛你都是不同風格的 而且不同時期的紅 對對對 因為像心靈的愛你是重新再翻紅 陳凡宇的愛你也是出道曲 然後他又因為站上選秀舞台 又重新再次再紅 然後鄧子齊其實那時候是屬於偏歌紅人不紅 那個時候在真的愛你的事情 後來又再紅的時候 大家又想起這首歌 原來是更紅的人在唱 鄧子齊的愛你 很瘋 因為你是喜歡撒狗血的 他後面那個 嘿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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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斷自己 我們好像一起發瘋的人 而且我們三個都是 再次翻紅的 對耶 他們三個都是耶 對耶 好厲害 我選好了 我也是選好了 我也是選好了 1 2 3 鄧子晴 我們那個錄的選 你不一樣耶 陳芳宇 但很合理 接下來呢有一首 竟然沒有MV 可是現在很紅的 你也盡視一線紅色高跟鞋 好不好聽 閃亮三點面也有叫紅色高跟鞋 一線紅色高跟鞋 而且你們看一下MV 它是黑色的 有沒有符合主持進進 好了來囉 紅色高跟鞋 你剛剛乍聽之下你選誰呢 我選好了 1 2 3 閃亮三點面 閃亮三點面是不是太特別了 紅色高跟鞋 好漂亮喔 推薦給大家 好 接下來呢 喔 好嗨喔 好嗨喔 這首歌了 怎麼辦 它又被洗掉了耶 我只記得 今天再聽一次嗎 好我們再聽一次 三關 對我所依愛 為牛王 對我所依愛 是不是很好聽 很好聽耶 他們叫LS監客 對他們叫LS監客 我聽了我覺得很屌 我選好了就是 LS監客 這邊有徐佳寧斯 沒有啦我們沒有理他 我們也覺得徐佳寧唱就很好聽啊 是因為這首歌真的 你是不是很驚喜 你你你 我跟你講他們就很特別他們唱大作特作不要來 我真的覺得很棒 我真的覺得很棒 謝謝你們 雖然最後可能在演藝區 並沒有就是走紅 但是我覺得沒關係 我覺得這支是留下 我覺得有留下紀錄 這支很好 超讚的 好我們接下來下一首 啊 先聽 先聽 好接下來呢 叫做觸電 哎呀我要 擔心你不要太快 解開還沈默的情話 只讓我多焦急一下 才終於等到解答 我和你轉圈圈 對你思念 你的笑容就在一圈 可是我還在 而且只有一瞬間 欸怎麼辦 終於 SHE輸了 哈哈哈哈 我們在討論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跟妳講觸電 我們就說 芭比 對就是芭比 芭比第一名 這沒什麼好選 我們就一致覺得芭比 你覺得呢 你選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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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頻繁啊 你真的好頻繁喔 因為SHE這首歌其實很厲害 它是傑倫寫的 對 對傑倫寫的 但其實傑倫加SHE 還是打不開打不開 哈哈哈 我提結了 妳是故意要講芭比有多厲害 不是芭比之後 你注電 你現在的關鍵就是芭比 不會是SAC 好接下來有一首歌 有一首歌名叫 我愛你 我們就來聽聽看有哪些我愛你 好來來來來 我都喜歡一首 超紅啊 你讓我聽 你那疲憊和恐慎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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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我愛你 一定有人忘記SHE的《我愛你》 對,SHE這首歌一出的時候 也是很誠實師般的狀況 超級誇張,彭博的咧 然後剛剛 那邊都還紅 那個年代當時也是 譬如《吳明小戰》網志一定會播的歌 對對對 就跟孤單北北九一樣啊 就是那時候大家只要玩網路人都想聽的歌 大家知道 蕭賀說那首《我愛你》是配哪個偶像劇主題曲嗎? 大家還記得嗎? 我沒再看我下去,你說 我們結婚嗎? 很多人說這部很喜歡耶 這部很好看耶 但是沒有大紅 但是就很多人愛 那魯廣宋就不用說《我愛你》是太紅了 我選好了 我也選好了 1 2 3 你選賀索 你選賀索 我感受到你有愛他 對我真的很喜歡 好我們接下來 來來來來來 這個我真的超氣的 為什麼要氣 秀歌叫做《我要飛》 那你們聽看哪兩首《我要飛》 對對對來 好有用力飛 不管有多遠 超遠了極限 挑戰的冒險 Volala 給我個擁抱 Volala 夢想替我撐跳 Volala 在FRR 我要飛出來之前 大家都會知道 像後面的《我要飛》 從FRR的《我要飛》出來之後 這首阿妹的《我要飛》 大家都忘記了 發人問驚了 愛就要Stay 耶耶耶耶耶耶耶 往前衝不要轉彎 前場大合唱 對啊 爽的咧 對啊 爽的咧 我要飛前面前會賽 飛飛飛飛飛 色飛咧 我不要想飛 追追追追追追 褸褸紅紅 Cream 我又用力飛 我選好了 我選好了 我也很愛 我都很 兩種我都很愛 1 2 3 нас寇妹 FRR很好 你剛才的《FLYAWAY》 你兩次都選FRR FLYAWAY 你也選FRR 梁靜瑯是我的選 所以你 哦 這麼愛翻啊 哈哈哈哈 神奇 那是瘋子 瘋子耶 哈哈哈哈 你那什麼心態啊 好恐怖 哎呀 我們其實已經討論完了 我們其實也有很多首同名歌曲都沒有聊到 對啊 對 那我們就不聊了 太長了 那如果這個反應很好 我們當然可以再次再來聊 結果是說 我們剛剛提到的那些歌 其實還有一些是影 就是我們沒有提到的歌手 對 我們也沒有提到 譬如還有很多的彩虹 對啊 忽略人 就那些會很值得推薦 可能很多的猜不透啊 對啊 因為可能像跟LA四劍客一樣 沒有被發覺的心卡 也被很好的歌給我們知道一下好不好 好了 那希姐大家收看今天的娜娜答師 我是娜娜答 那想要答什麼主題也可以留言喔 就這樣子了 好 下次見 拜拜 啊 對不起 對不起 忘記了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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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